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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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小政府邀请了重量级的嘉宾 体重和白声都是特别重 我跟你说 体重和知识 知识 那么 孙泊文 是 心事三学会的创办人 著名的财经评论 是 不过还是大病 因为何文杰就说 没有人肯吓他 因为他做计划太差 所以我就说好了 好硬是 仗义协助 还有Peter Peter Wong 施氏生学会的游戏人 刚才我们开始开咪前 说一下随便 今天选几个热门近日华提 其实有几个问题 我想先问 近日热门华提 能不能生眼 近日热门华提 其实是什么 近日热门华提 是港大 好 我们开始 其实RTV 能拿这个政府钱 这个真的不知道 我听说 听说 真还是假 我不知道 有没有评认过 有员工跟我说 他们都政府的项目做 有没有 有没有政府钱 就不知道 政府有什么项目 他应该这么说 他 听说 真还是假 我不知道 特朗哥布斯 不是 他说CDI 是吗 CDI 是什么 你刚才进来 门口有个CDI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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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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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 产生 对 所以 是 你怎么做 好像独立 是的 不知道 那是否敢说 或者没有 如果是独立的话 那些金钱是怎么来的 没有胆子 没有胆子 对 说真的 因為只有兩種而已 一是你賣一些要付錢的東西 一是你募捐 就是兩種而已 希望是其中一樣 不過我見到閃燈是光管壞了 所以很影響的光管 不過我想知道的就是 你覺得你自己想一個 懷疑是收政府錢的電視台 做過的網台 做這個叫做小政府的節目 你覺得有點奇怪 收政府錢的電台沒問題 我也上過RTHK 你也上過RTHK 不是收政府錢的 政府是營運的 即是說那個電台是收政府錢的 是的 是的 我是上去的時候很辛苦的 即是你也上去 那你出賣靈魂 我這樣講也不是很多 不過你是奇奇上去的 奇奇上去嗎 RTV 一個星期一集 不過AM730也有政府賣過白的 政府賣過白的 是因為它是公司的 你可以說不收它的廣告 不過做商言商的話 這個不是捐獻 純粹是肯定AM730有影響力 政府覺得你做到事才賣 問題就是AM730收完 政府的廣告錢 有沒有影響專欄作家寫的內容 其實我是認識一份報紙 因為寫了職訓局 而 我不說誰了 被人抽廣告 而觸動到管理層 觸動到管理層 那個傳媒機構 基本上是 如果是用這個尺度來講 是不達標的 如果受到干預 就是一個 你這樣說 那位人是否寫了 那個機構 而令到那個傳媒 或者沒有了這個廣告 而令到這個專欄作家 沒有了 你覺得這個專欄作家 是因為他觸動到廣告商 還是因為覺得 這個專欄作家不好看呢 很難證明 我動過作家的時候 也不會說是因為 你罵過職訓局 你看看那個人聽的文章 你覺得有沒有提 他應該都不斷引述 卡爾波寶的自發秩序 卡爾波寶沒有說自發秩序 可以說 你一直這樣說的時候 你是不是想指那個作者的事 你又沒有看誰 被人解僱 就是他被人迫害 陳博安心 我沒有說過 我沒有說過 是明示或者暗示的 AOS 現在是甚麼時事級 原本我們 你說剛剛講過台 想了解台才行運 不過你也一竅不通 真的對這裏 雲作不太理解 但是重點 假設這個台是政府的 定價錢的 我們已經說過 假設這個電台是外國政府呢 關鍵在於你主持的內容 編彩的內容有沒有自由度 基本上是社會的 基本上是編彩 沒有人干預 就算了 你根本無法知道 現在一個問題 不是營運分明問題 是有沒有人看的問題 這是另一個話題 就是 就算你編彩是獨立 不過沒有人看 那怎麼辦 這不是另一個話題 不是 這不是另一個話題 因為如果你是收政府的錢 你的生命 根本就是保證了 你就要編彩獨立 現在政府是不干涉的 你根本有沒有心機去做 一些消費者想看的東西 你覺得你有沒有心機去做一些消費者想看的東西 所以 就是這樣說 我又稱讚自己 所以獅子山學會的東西 是多人看的 因為我們沒有拿政府的錢 即是說話 你嘗試多些廢話 這樣說真的 我九成都是 所以你沒有在我們 你沒有在獅子山學會的東西 不是你是港客人 我記得 好像是 當時我只寫了幾篇 好像有一篇 簡直是 水分多到 水分多到 是 成天堅的笑話 對吧 那我最後一段才是入題 不是 那時候我記得說 非人保特 100米奪冠軍 是人類的罪人 尊敬人想說 一個電視台為例 是否要有一個 盈利的掙扎 有因才會做好節目呢 你可不可以這麼悶打 你可不可以說的就是 如果那個台的老闆 坐在月尾的時候 我怎樣出糧給我員工的時候 會不會令他覺得 我不如找方法 去吸引多點觀眾回來 希望我能夠興建這班人 繼續維持我們的偏才 說到沒有盈利電台 香港是不少的 即是亞視也是其中一個 是 多麼多人看 多麼多人看 多過這個 都多的 但他也不賺錢 如果我想一下我自己上班 其實個個都是賺錢 或者是要有盈利 要有盈利 有人討論其實他們也不用賺錢 即是不要叫老闆那麼傷 沒有做過 我那些真的賺錢 除了一個 他只要買到足球主母權 我們上個台就沒有盈利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沒有盈利 但你說財經也不賺到錢 那也很難經營它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應該要說號碼 你覺得不覺得 在小政府應該說號碼 為了吸引一些人 對 聽股民收視都在 各位觀眾 當年在2007年資金自由行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憑什麼 知道股市見頂嗎 就是突然有一天 何文傑議員走過來說 股票戶口是怎麼開的 那天說的時候 我和一個叫李少夫的人 就放了一望對方 大喊同聲 股市見頂啊 股市見頂啊 那時約翰金賴迪去拆鞋 拆鞋子給他貼士 那一刻他覺得見頂 其實二谷同工之後 所以那時幫了你一把 你最後以為要去買白銀 最後是不是放了 沒有放了 沒有放了 沒有放了嗎 應該藏不少 真是很傷 沒有 即是你錯過了很多利益 對 對 對 順著想辦法 你有不開心嗎 沒有說什麼開心 你為什麼會買白銀 你為什麼會買白銀 算拍文推遷 你不是想起放了嗎 放了一步 我真的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會買白銀 沒有推薦 那我會怎樣肯定你去買呢 那我自己也有看其他分析的 我們這個談論 這個節目中有儲光 可以做RTV的旗艦節目 你的研究是說什麼 為什麼不買瑞士法律 或者為什麼不買歐元 貨幣整個制度的一個信心問題 什麼信心問題 就是我不信美金 或者我不信歐元 這是一個避險作用 大家要買東西 或者我的資產 用什麼來保值 以前有很多人是 即是美元是保值的一個製造法 沒有這麼說 或者是美元計算的一些產品 我反過來這麼說 你始終都是 你是讀理論文章 其實這些是很強的 即是理論文章 美元對白銀 白銀是一塊擺在桌上 閃亮亮 除非是在鏗頭 都沒有其他作物指陣 不過是因為現在的寫字樓 都沒有用風扇 都沒有什麼用 不過紙幣 是便宜多的 為什麼呢 大哥 你落七十一 你試一下 美金給他 分分鐘收 現在去Yuta好像收金 銀就不收 對 為什麼呢 你不是說 做幾粒銀粉給你 你給我 你給我 你銀子是印出來的 印多少都可以 是嗎 他們已經印了很多 也印了很多 繼續印下去 所以值不值 其實是一個 這個 即是進巴布位的 這公司是 答辭子 即是也可以不值 銀也可以不值錢 即是沒有用 銀也有少少金 也沒有用 銀也可以狂印 其實也可以不值錢 銀 金銀也好 或者貨幣也好 都是一種信心 一種人對這種物件的信心 OK 說真的 紙幣他可以狂陣 如果他說我不狂陣 我是很自信的 而基本上李猛忍的這個行為 就等於對他這個 因為他說我其實對通脹這件事 即各個央行說 很有誠意 對很有誠意 各個央行都說我不想通脹爆 大家都知道如果之前是100件物件 有100元在市場流通的話 每件物件平均 粗糙這樣說 就值1元 他再印100元 給政府使用 突然政府買其他東西 不過每件物件都是100件物件 每件物件平均價升到2元 如果你也是只有1元在袋裡的話 你可以買多一件東西 現在就買不到 當然你可以上街市委叫政府 再印100元給你的 但你不可以買白銀 這件事是對人類這種承諾 人與人之間的承諾 一個央行行長對市民的承諾 這是一個悲觀的行為 假設他一定不行 過去那麼多年 這些紀錄不好 紀錄不好 也不是過去那麼多年 這幾年 這幾年 特別不好 這幾年 然後會惡化下去 當大家都認知 越來越多人認知的問題 就會爆煲 也會繼續追賣你的版 追賣就看看有沒有回落 這麼貴現在 再伸延下去 我們香港貨幣制度 是用美元掛鉤的 對吧 美元掛鉤 如果香港政府 現在採納了一個 跟美語言掛鉤的政策 變相就是 會摧毀市民手上銀 然後 caramel 鈔票都買鈔票 購買力的貨幣制度 我印進它的制度來香港 其實我這樣 我建如你又不叫做些行動出來 為何你不說出來 其實香港港元 不應該跟美語言掛鉤 是要跟白銀掛鉤 sacrifice 不懂 不敢這樣說 就是我常時建議一些 那些立法會議特別是民主派 因為他們經常抗議很多事情 其實如果你說要解決香港的通脹問題 你們應該除了反地產霸權 其實你們應該去美國領事館示威 起碼要做這件事 不要跟白銀掛鉤這些深奧的經濟問題 不是深奧 只不過是我們香港港元對美元的穩定性非常高 你真的可以用7.8港元去買到1美元 這個承諾是沒有破壞過的 如果我剛才問你 你拿不到這塊白銀下71元 不過當你說一港元買到0.1安士白銀的時候 你就變相將你那塊白銀真的可以變成7.1元買得到冰王 不是好事嗎 有人擔心白銀的價格會有上落 美元的價格也有上落 因為美元的價格對白銀是跌了很多 但是上落的幅度 不要說別人怎麼看 給你一個特首 說真的 你現在是一個很小已經成為區議員的人 我相信也會很小已經成為立法會議員 雖然沒有淘謹生這麼小 不過如果你真的攤銷了特首 你應該要訂單你的財政司 我會請孫柏文做行政務議員 可以不要召喚 你應該要訂單你的財政司 不是 就是要穩定 你要想一個方法出來大家可以接受到 是不是 不是幾個人去說這個一定是最好就行了 特別財金政策是這樣的 你不可以這麼避開的 小政府 你想想 這節就站在這裡 下一節回來再繼續 好 小政府有黃文傑 孫柏文和黃筆 剛才孫柏文在問港元是否應該和白銀掛鉤 不是 你自由地選擇了和白銀掛鉤 我相信如果你做得特首 以你的聯繫的話 就一定要去民選 沒有得委任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作出這個決定 你說為了我家庭保護他們的購買力的時候 我選擇了白銀這個避風塘 那為什麼不可以將全香港人手上的鈔票的購買力 都放進去和這個肥胸糖掛鉤呢 我家庭就是我自己的決定 我自己承受風險而已 但是你整個香港就是要真的 任何制度的改變 你一定要有一場的認受性 你民選的 你上台的時候 政策寫完 政綱寫完 你敢不敢 你覺得香港不會投票去和白銀掛鉤 好 這一刻就算了 這一刻我猜還未行 黃金呢 黃金也未行 為什麼太高 你看看有多少香港人會說 有但不是 你問他的問題他怎樣回答你 我回答你 好你選擇 哪有身體的銀和黃金去回復貨 你不叫J.P.Morgan爆炸而已 即搶他 假設你如果真的做一個掛鉤的話 你是要發多少港幣 你就要拿多少 Pay for gold 不是Pay for gold Pay for gold Pay for gold就沒有意思 Pay for gold Pay for gold是黃金 我知要放在哪裏呢 各位朋友 我是何文杰未來競選經理 何文杰將會放在將軍路區 制度就業 我們計算他的經費 保安 是嗎 很多要請很多保安 我想這一段短片 到何文杰參選的時候 希望記得計算到他的競選經費裏 你不要說整個香港的貨幣制度 香港的從政空交易 例如18區可不可以分開18區的差響 給區議會做地方政府去分配 我就倡議在西貢區的差響 就馬上買黃金 放在工業村 都可以 都要請很多保安 不過放在那裏有些問題 幾件事 潮濕 黃金沒有問題 第一件事是因為他在海旁邊 老套了你 你想想在風天大堂 那飛機上就掘 做個堆填區 堆填區是個好人 就是復修堆填區來擺黃金 風習小政府 就由這個時事 到這個機構 幕後花上怎樣的 去到這個炒什麼投資 去到這個動作片 量子段 都有的 各位觀眾 如果你想多看一些某一類型的項目 就不妨電郵 學文傑議員 但此處 是 上網找到 Guru 雖然是很難 我覺得挺好 你剛才說是金融波動 只不過是 倒下 是 對 對 那你做什麼良策 良策 如果你拿西貢區的猜響 放在西貢區 不是西貢區的猜響 買黃金 然後放在西貢區 我相信每年你只需要放在金融波動 就夠了 因為真的不是很多黃金 你想想 每個金融波動 你可以動十個一盎司的黃金金幣 一個已經是14000元 10個已經是14000元 不止現在 不是現在差不多 不止 猜響很多 一個區也有幾億的 好幾億 我當作是三億 如果是三億的話 有這麼多嗎 猜響一年收幾十億 好你就有三億港元 我們除以7.8之後 就等於有3800元 再除以現在的金價大約是1700元 1800元 你算是1800元 今天是1800元 我剛才出街 是嗎 就等於21,367盎司 這就等於20,000個盎司 或是20,000個盎司 除以30 20,000盎司也不少 32.5 就等於650kg 30kg就大約是這麼多 其實算錯數也不少 他也多 其實也三億港元 是 所以買到大約20磚這麼大的黃金金條 就是你整個西用區得回來的預算 其實真的 那個跪了已經中逃了 其實買完放在這裏之後 是博星籍嗎 是 為西用區的決定 舉例而已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是有效的 其他區又不用 你便顯示到你的管治能力高 純相因為你炒金贏了 就是財經政策 下一個部分就是 我買澳元的重量 好了 你那些美國總統都是這樣 就是奧巴馬例外 你很多都是由下面選上去的 那些都是 其實都管理 管治一下 阿肯息州 管治一下德州 那為何不買兩手匯豐 為何我不將今年西用區 都說到時請你做顧問 來給財經意見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我的白銀是很悲觀的 即是人與人之間 曾經都說承諾的承諾 那承諾的承諾 即是他在美金上是有石 實際上你拿了港幣出來 有否可以zoom的 各位朋友 港幣 什麼承諾要付錢 是呀 有否可以zoom去 很小的字 很小的字 可能太小了 是在這裏 是在這裏 在100元上面 在100元上面那裏 對不起 好 再買東西 字就看不到 看見了一個承諾 承諾要付貸貸在這個辦公室 是在這裏 是呀 但是 承諾什麼 承諾兩張五十元字 哈哈哈哈 你知道還有一件事 美金有這個承諾 很多貨幣都有這個承諾 是有一個大小的貨幣 香港人很喜歡買 是沒有這個承諾的 人民幣 沒錯 張紙上面沒有這個承諾 沒有承諾的 沒有承諾的 張紙沒有 但是去發行的時候 那些法律規定有沒有 那張紙基本上 應該是印了你的承諾 沒有這麼證明 大陸當年又不想改毛澤東 但是這個承諾 不是香港政府的 是匯豐的 匯豐承諾 所以匯豐印錢不就要擺 他印錢要擺他的美金 進去金管局 原因就是 不是給你兩張五十元 可以給你美金 你知不知道 剛才我問你說 港元應該和白銀掛勾 黃拔就說 我給你一百元 你承諾要付錢 我笑又是兩張五十元 以前不是的 你知不知道 1900年的時候 香港流通量最大的一隻貨幣 香港現在有三隻貨幣 渣達出的銀子 匯豐出的銀子 和中銀出的銀子 當年流通量最大的單一個銀 即單一個 unit of currency 你知道甚麼嗎 銀 墨西哥披索 因為它剛剛好像一安士白銀 所以我們那時候 是真的和白銀掛勾 是很高的 那為甚麼不可以中這個制度 為甚麼額頭沒有用 特首 何特首 要公眾都認知這件事 有信心才行 要去做 所以你繼續多說十年二十年 或是三十年之後 百元已經幾千元才和他掛勾 你才能夠做到這件事 因為我這樣比喻 公家的決定 很簡單的事 樓價 假設他升了多少 今年和去年 升了三成 至少三成 很多小朋友 他都三十多歲 小朋友是甚麼鬼 年輕人他在賺一萬多元 說上不到樓很辛苦 如果突然間在這個 一零年頭宣佈 港幣和白銀掛勾 港幣的升值 已經是差不多有兩倍半 兩倍 如果是這樣算的話樓價 就反過來不是升三成 是會跌的 亦都不推出甚麼特別銷售稅 好了 他們買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不好嗎 他們的資金 辛苦賺回來的錢 可以買樓 何特首 這是你自業才行 原來是不想自業的 明白了 未來想投何文傑做特首的朋友 他是不想你上樓 他是保護一些 業主霸權 其實有這樣說 他們買不到樓 不是嗎 就不關銀子升不升值市 他們現在已經不是想買樓 他現在是想一間公屋 即是他想將香港新界 公屋這個時代已經不值錢 丁權 是 延長到港島 所有人都有 所有人都有 是 所有人都有 惡定惡化 為何要買樓 他們現在最新的問題是為何要買樓 他要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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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思考一下 還有 你年輕 上樓 每天坐車過幾分鐘 算了 辛苦辛苦 當你有小朋友 你每天可以抽到他三個鐘 如果他存得緊 你會否願意付多些錢 不過用少些的單位去做這件事 算了這些是人權 是嗎 小朋友就是三個鐘 對嗎 這些我全部自己寫過 何議員 勇敢些 小政府 我們昨天區議會 在講這個公屋 在安達神礦場 有些公園會的區議員就說 不要蓋私樓 要蓋多些公屋 好 不是的 我公屋多些 要不然這樣說 如果讓你去取消公屋 那個系統 第一件事會做些甚麼 一定要侵過租金券 慢慢侵取二代支 這個你是先用租金券的 還有你公屋最終都沒有辦法 你都要將它賣給別人 現在大學生 因為趁自己沒有資金 就先上明冊 出來做事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 刻意壓低自己的薪金 去繼續 對 對 你推租金券 大學生是可以拿的 他是成人 他都沒有收入 你給不給他 給他年期 給他年期 就是拿的年期 一生人裏面有幾個年期 類似這樣 你覺得你最艱難的時候 你就拿 是 如果你現在畢業就拿 日後可能你很艱難的時候 你就 拿了這個公屋 sorry 租金券之後 他就覺得人權 用了五年 Lessaly定了五年 用足五年 之後他真的繼續不做事 上街示威 參加左翼21 沒有辦法 那時候我們是否在街頭辯論的那個左翼21 是的 是左翼21 各位左翼21一個朋友 香港人公道 老外拿著馬克思 Good 起碼他是教你馬克思 不過你看他的手腕 他的手腕是帶勞力士 你不相信我 你看看老外導師帶甚麼錶 當然 勞力士是好的 因為勞力代表工人 我跟他上來的時候 我都這樣說 為何他們想做馬克思 是因為一個資本家 恩格義在讓他 如果沒有恩格義的糧草 馬克思怎可以風花雪 四十多年 有一年我跟你一起去一個論壇 某大學的教授 就是寫資本主義不是什麽 是 是 喪那裏拿資本主義不是什麽 是 真的不是什麽 真的不是什麽 這位朋友其實就是最典型 為何他這麽支持共產主義 我用回理工方法去說話 弗利文曾經說過 共產黨員不貪心嗎 共產黨員不太貪念嗎 只不過他們玩這種資源分配的方法 是不一樣的 對嗎 即是這個教授就是典型 我懂得玩這個制度 我已經入了這個大學制度 玩你這個叫做UGC的共產主義 好 我懂得玩的話 我解釋有共產主義 因為愈是共產主義 我愈懂得玩的話 我愈上位 他就是共產主義的李嘉誠 知不知 他共產主義不會發到飛起 我們一會再去討論這個問題 好 孫政府繼續 剛才說起共產主義的李嘉誠 是 肥到蜜都穿不下這個教授 學術界共產主義的李嘉誠 其實我覺得整天為何現在 有些80後很擁抱的共產主義 其實說來講就是現在資本主義下的制度 他們正在輸球 我小時候踢球 遇到有些人也是 自己輸球就說你 矛 我要現在手可以打個球 是嗎 一定有這樣的情況 矛 他說球證偏坦 通常都是這樣 對 他屈肌大 他事實上 有些是自己鑽研球技 有些是說不可以這樣 不 如果以足球這樣說 足球踢球踢得好 有些條例放在那裡 你就踢 不可以用手 但對方輸球都不會突然用手 對不對 當然 如果來美國的話 有些方法是可以突然用到手 對不對 例如說補貼你 等等 如果用這個概念 屈肌的情況是甚麼 意大利足球員 他們插水的時候 因為他們真的沒有被人犯規 不過就是駁 用球證這個政府的得權 去贏取一個優勢 就是罰球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就是 屈肌屈得好 就是資本主義下的邪惡 你用心打 你很少見日本球員插水 特別是日本女球員 那所以日本很差 不 日本比賽 我常常用球技去贏你 我真的踢得厲害 我訓練得更加硬 那才贏你 遇到意大利足球隊 不斷插水 所以我常常說 規矩是最重要的 你覺得規矩是不公道的 對你不公道 真的對你不公道 討論不是改規矩 現在問題就是 足球的條例是很公平的 按兩組的 你覺得不用手 人類萬物之能 其中一個是因為我們手 是可以這樣 其他動物不行 這件事 為何可以設計一個運動 都不用我們手 不過是很公平地 兩隊都不可以用手 對 好了 去到這個點的時候 你覺得李嘉誠 因為很多人都說 地產馬拳 他們用手 不是他們用手 他們是意大利投員 不斷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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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李嘉誠今時今的成功 是因為他是日本女足球隊 因為日本女足球隊 要捧世界盃 對嗎 還是意大利 挑撥斯丹 讓他一錘鑽下去 即是那種 搏搏優的球員 如果你是地產馬拳的人 當然是意大利球員 甚至是每個人都應該像小朋友一樣 有機會在球場上踢球 有機會在球場上踢球 當然比數是350萬對350萬 那哪種球賽是否真是球賽 我想與意大利球員 意大利球員都算尊重 他們很好 但他們會進行沉租活動 插水是一個沉租活動 希望借助這個球證 去得到這個球證的權力 獨有的權力去取得好處 現在就是這個點 即是是不是越多 被人說要監管這些 意大利球員 那你是不是應該引進一個 防插水的機制 防插水的機制 會是這樣說 防插水的機制 是 那怕不怕有些不可預見的後果 那他不是想另一個方法 不插水可能會向口跌 我不知道 或者會不會令到 真的受傷的球員 得不到公平對待 甚至被人趕出場 其實腳已經斷了 躺在球場 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比球審值了紅牌 是 你已經這樣撞人 或者引發了 會不會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公平的法例 以為是一個 你插水的法例 然後我跌倒了 我跌倒了 其實我好像自己爬得起來 就是跑過 你又拔我出場 你其實想說 對於演技好的球員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如果有人教他 例如公平的法例 譬如大律師 能夠聘請那些專業教育 其實你這樣插 新的規例也沒想到 你 新的規例之下 還有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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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不懂那些 真的只是按摩 按摩的客人 真的撲親那些 就捉他 就被紅牌 還要是每一步跑的時候 就要問一問 其實我這個步支 會不會觸犯到這個法例 每一次 之前 我不是要停一停 對 不是一問呢 是 臘骨插入心 還要爬回來了 是 死插 吐血 這樣才 真是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帶上來 Dominate了你的節目 不是 多謝你添加很多歡笑 哪個比喻都頗好 解釋 競爭法 如果你是用足球去解釋自由經濟的話 兩對人互偶 有一邊人是想取得著數 其實每個人都想取得著數 是不是 那不是 日本人是 即是優勢 優勢 優勢就等於 萬聯打 阿仙龍 阿仙龍 即是 現在有些人 不是這樣 優勢 就是我看分數版的時候 我分數高的就是優勢 是不是 有些人覺得 真是太過分了 那怎麼辦 就是 現在的說法就是 南華隊萬聯 即是說 李嘉誠的就是萬聯 財洪世大 有人賠分 又有優勢 一些人 南華球會又窮 所以我南華就永遠 踢不贏萬聯 政府要做些事情 你會建議球證做些什麼 不是球證 一個競爭法是要求你 我先說 用足球這個比喻 如果萬聯的都跟這個 南華會踢不贏 每次都贏南華 就是 為了這樣說 剛才你用插水的比喻 如果人家很苦練插水 你猜那麼容易 你插給我看看 插完拿十二碼 如果在一個現有的制度下 有人就練插水 練得很厲害 那怎麼辦 你要問他為何是苦練插水 拿十二碼 對 對 可以贏 對 所以其實 如果球證是差事的 是不知道什麼叫插水和什麼叫不插水 現在懲罰插水的方法就是 他插完要在地上滾一兩秒 再吸氣起來 其實已經掉了球 好像足球小將 足球小將的球員比喻過後 就會這樣 這樣 這樣 但是 如果通過條例 更加要加大插水 這個判斥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麼 其實你最後解決不了問題 你加大插水這件事 那別人會學演技再學好一點 因為 我這樣說 如果插水 學插水 也等於 那些時間是沒有了去學球技 是嗎 是嗎 那是否等於 如果那個球證 那個球證 那個眼是好一點的 其實那時候 嘻嘻插水 你 你 就是 會不會倒絕了我不合插 這個東西 你可以用籃球來講 因為籃球已經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有錄影機 錄下你 然後 replay 但是 是不是籃球上沒有矛這個情況 爭疑性 是不是沒有 籃球又沒有 沒有什麼插水 不是插水 有 就是什麼 不是插 是後跌 是後跌 後跌 有錄影科技 這樣是不是解決到這個問題 會不會呢 現在的問題就是 擁抱共產主義 我想說 加錄影機 不等於我在球場上再加條例 不是 就是這樣錄影 對 就是這樣錄影 如果你是從這個競爭角度來講 你要盜著插水這件事 我始終覺得插水這件事 在這個框架底下 別人插水插得厲害 都是別人的技巧 你今時今日拿世界杯 插水能夠插到的世界杯回來 你都是拿世界杯 不會被人恥斷了你 但是你想如果你是為整個遊戲好的話 其實不應該鼓勵插水 當然不會鼓勵 不會鼓勵 唯一鼓勵插水這件事 就是插水有回報 球證走出來說大家不要插水 大家不要插水 球員說其實如果捉到我們插水的話 如果我們插水是沒有罰球的話 我們就不會插的 扣直可 但是你現在的基礎阿森祥 是插水都會贏嗎 很明顯不是 如果不是意大利都會贏了 這麼好演技 不是的 你根本地整個地產霸權那個想法之後 你說這個世界有沒有人做生意插水 我告訴你一定有 但是插完水之後 是不是一定贏呢 不一定 他現在閣阿森祥就是插水一定贏 插得好就一定贏 不是 如果不是意大利就每次贏 我又會用多個 只是靠插水贏 我用多個比喻 如果你是說有沒有地產霸權 以前六七十年代 香港是有很多地產霸權商 那時候有地產霸權 當年一定是 官商勾結是必然的事 好像英國人打仗到這個地方 我不搞官商勾結 我搞什麼 不要那麼記動 不過真的有一群華人的小型地產商 變成中營 一直沒有氣韌 也不少數目 當時是否因為我覺得 如果講中足球的比喻 其實他們那個球 是小一點的 就算你是過子矮小也好 你都可以踢到的 現在的球 是大到好像整間房那麼大的 我們怎樣踢呢 不過有些人已經是巨人 他當然可以踢到 他當然說他看著我們 你踢不到我踢 不是我錯 拜不拜這個 而且地是大到 你真的要有融資的能力 你才可以投地 對嗎 好了 同一個比喻 你覺得對策是什麼 即是球很大 但很多人都踢不到 你對策細來賣 那誰決定球尺寸 你怎麼決定球尺寸 即是在足球場上開球之前 政府 即是球證 你見不見地策細呢 現在 是 有些細一點的地 也有出 你可否不要踢到官 不是很多 即是已經有 你說什麼 不夠多 你建不建議西九地 如果拿來做住宅 西九龍是已經有住宅 當然 亦分了很多個 不過每一個都是Mega Project 你建不建議 在西九文化區那塊地 如果是變成地產發展的話 代表幾塊大地 是變成一棟一棟一棟的單棟樓呢 比較小 不過如果是單棟樓的話 總體對政府的盈利便少了 那不一定只是西九 我覺得市區重建 市區重建那些樓便適合做單棟的發展 但政府便很反過來 整個居然機構的事件 然後又自己收購自己 自己起賣 那你便便 你為何出現這個現場 是 因為有很多人要求政府做很多事情 政府要擺明居馬 就說我要騙人 就要維持我們的開支 在GDP的12日樓下 他們醫療 請醫生 請警務人員 或者火警出糧 那些 他無法叫人幫他出糧 不過例如我隔了街板 強烈要求這裡建一個公廁的時候 突然間隔了那塊地都頗大 我就不如將這塊公廁的公共設施 給了這個地產發展商做 就將整個項目去投標 這個才是它的主因 如果每個人都建單棟樓的話 你的公廁是誰給錢去建 公廁就變成政府去建 政府如果建了公廁就少些錢 給其他人做事 那你怎樣呢 我就問他 現在面對這個問題 大大地只有大個球 不過大球 他打打一下就會向觀眾扔一些甜頭 你強烈要求甜頭 其實你第一次問這個問題 球大到我踢不到的時候 我的選擇就是不踢 我們市場的信號價錢太貴的時候 就是不買 打銀球就算了 打銀球就算了 或是逼一球 一定要踢球 就是我一直說 其實那個信號告訴你 不過足球真的很賺錢 現在是足球霸權 我們要打逼一球 原來最後都是說 大家都想賺錢 所以香港還是有足球的 對 有些人經常說 我不打 我也想捧一杯 對 這個是不是要下一集去探討 每一時間都差不多 還是這一節完 下一集都未必探討到這個 嚴重的問題 是 不過我們這次是否差不多 現在 我們多謝孫柏文 這麼有趣的病中參與 Peter 下星期再繼續 小政府